熱意和可以發揮到你們知而別人不知道的事 但你的份量特別一點,你是關於水下面多的 我都會講水上面,但亦都會講水下面的東西 開始 馬先生,你好 我今天很唐突,來到白沙灣吃個早餐 但見到你,和你聊了兩句 我發覺你對西貢的認識是很深刻 不單是水面上看到的行山很美的地方 你的身份特別一點,是潛水的教練 亦都是海洋潛水會一項公司的重要高層員工 馬先生,我請問你,你來西貢做生意 關於潛水有多少年歷史? 四十年 足四十年? 差不多 四十年的時候,我應該是十歲左右 你已經在做潛水的生意 我已經六十幾歲了 OK 香港潛水人士都很喜歡香港水下面的環境 都很漂亮的,可以這樣說嗎? 其實香港是三面環海 不同季節,去不同地方潛水都有它的特色 夏天去這邊,冬天去那邊 有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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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季節是適合冬天去,有季節是夏天去 那你潛水呢,最主要你要留意兩個水流問題 第一,七月到九月,有一個所謂黑潮 就將菲律賓的水帶上來 所以那些水就很漂亮的 冬天呢,反過來,就由日本那邊的水下來 那些水又很漂亮的 嘩,正喔 你這個資料,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不知道 大概都不知道的 那你潛水最主要分這兩個季節 另外一些小的季節呢,就要看你的知識去哪裏 以及各方面收集 收集 情報 我們在這幾十年,我們對於 情報來源很多的 那我的學生呢,有漁民 最重要是很多水警兄弟 甚至乎周圍的潛水人員 所以每天我們都會交流 哪個地方水清 情報中心 情報中心 哪個地方有哪個魚 我們就去那些地方玩 你說的魚,魚是欣賞魚 釣魚,一定會打魚 你是不是在香港也不需要人打魚 我覺得是 你要吃飯,一定要打魚的 就是用魚槍打,或者司令打 無所謂,你找手足 網上都是捉魚吃的 是嗎? 找餐送食的 我們經常說的事情 你不要污染環境 不要濫煞 拿自己需要的食物 應該是上次賜給你的 有限的,不要濫暴 現在很多人就經常說 打魚不好 但是他又吃魚 所以我就 即是經常說的一個故事就是 你要買牛肉 吃 你說湯牛那個 不殘忍 如果你不吃牛肉 湯牛那個沒有生意 沒有人買牛 所以這些問題就不能爭 不如這樣 我們將潛水的東西 待會下半個月 我再和你詳細探討一下 關於西貢 我想問一下本身 你是不是西貢本村的原居民 不是 原居民都不是 最早期 因為喜歡潛水 我就進來這裡 住 不是,開了一間潛水店 OK,就是這間 這個位置 四十年了 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 但我還沒開始 已經在這裡潛水 OK 那你又不是西貢原居民 你又來到西貢這個地方 我相信你都認識 不少西貢原居民 村民或者漁民 你都認識不少的 差不多 認識兩代 兩代 哦,起碼兩代 OK 即是很多 很多西貢人 就是跟我學潛水 現在的子女都跟我學潛水 OK 所以認識很多 我喜歡 其實很多年前 我考到一個潛水最基本的 基本的牌子 叫做Open Water 我覺得這個 license 對於我去旅遊 去Window 都好 我能夠半天去潛水 我都覺得是一個很賞心樂事 很正的 如果沒有牌子去到先學 或者你沒有牌子去 那你就會做Snokkling浮潛 我覺得不夠皮 是啊 OK 因為我們去外上玩 例如去泰國 你又走去 在雪街路走來走去 差不多 差不多 沒什麼意思 大大的海 你下去 玩多一倍的東西都可以 嗯 香港潛水是沒有分季節 冬天、夏天都可以潛 是 但是冬天是要用熱雪 那你一定有足夠的裝備 會不會很寒啊水黑 不會很寒啊 不會寒的 冬天是要洗一點點的 不過你 你為了去 你去滑雪 也會冷 對不對 你喜歡那樣東西 你就不會介意 我差點探討安全的事情 再說一說 你肯定對西貢有了解 不單是海 像山山水水 河流溪間 你都熟悉的 你差不多去過了 我在未玩潛水之前 西貢任何山都走過 OK 很棒啊 那你 你 你 你玩山玩完之後 那你就玩水了 嗯 而且玩水呢 那個層次更加高 嗯 因為你可以在水面玩滑水啊 風帆啊 是吧 那 接著 游水 潛水啊 明白的了 即是無論水下水上 山間 甚麼都好 你都是玩到西貢熟了 很多的了解 所以我便找你做一個訪問 那 今天真是很開心 我突然走下來 見到馬山 有緣分 有緣分 OK 西貢有哪個地方你覺得特別呢 我當然知道有很多地方 有哪個地方的地方 你覺得特別漂亮 或者是少了人去 但以後很值得去 大家去探索探討啊 去看看看看影影 有沒有 某個特別的地方 都沒有啦 我們這個麻木曬了 這麼久都沒有特別的 哈哈 即是外來人 或者 外來人 或者 現在最著名就是 綠柱石 綠柱石 是吧 即是東白 去東白那裏看看 全世界最宏偉的 即是火山岩那些 綠柱石 我有些資料想來分享一下 有一次我參加政府的 世界教科文組織 關於西貢地質公園的一個辦事處 那樣 好好 抱歉 這個旅程呢 這個船呢 可不可以三四個小時 但是 船上面呢 有兩個很專業的人士 他能夠呢 將你將西貢的地貌特質 不同的石層結構 從地質學呢 和你講得很清清楚楚 這個我去過的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收穫 他第一站就會停了梁淳灣 天氣許可的話 走遠一點 天氣不許可的話 近一點 能夠說給我 究竟香港的六角柱石 我們只說六角柱石 有些什麼特點 為什麼我們是A級的六角柱石 他全部和我們 將全世界不同的六角柱石的地方 一一作比對 很清楚的 香港差不多 是啊 因為香港最美的 最最最好的 馬先生你也很厲害 無論是水上水下的活動 你都讓飯飯街蒸 可以這樣說 絕對可以當之無愧 我覺得是 不是 因為喜歡玩 冬天有跑山 夏天 夏天有落水 我想我跟你也有一個 共同的意欲 我們將今天 將之前的西貢 接收到在我們手上 我們都很想 將這個西貢這麼漂亮的面貌 維持軟狀 去交給我們下一代 有沒有這樣的心態 自己本身 其實 香港 香港最大的好處 就是 好像很多旅遊集團都說 香港 在任何地點 半個之頭 半頭之內 可以上山 可以下海 全世界任何的 旅遊景點 都沒有香港這個優勢 嗯 我在中環 我只要半頭上山頂 我在中環搭 半頭車我去到淺水灣 是不是 香港其實 其實 西貢西貢 我要將它範圍黏在西貢 西貢也是 西貢有山有水 是不是 你很難找到一個地方 好像 這麼全面化的旅遊景點 我就是一個經驗 有時候 我只有半個時間 或者 不能太遠 還有一些人去初級的 限山 好神奇 我們在三家村 或者是在沙基灣上船 只需要半個小時 我們就可以直達東龍島的碼頭 一搭上去 已經是另一個世界了 是不是 船過程 經過旅遊門 一路一路走 其實這一程都已經很美 甚至乎我在東龍島回望香港 真是紫赤之間的 是呀 橫花村也看到 魔鬼山也看到 很美 因為香港有七成面積是郊野公園 六成半年七成 差不多七成 好像說 就是所有地區 對呀 西貢的一代 差不多九成都是郊野公園 所以 所以這個花園是很大的 其實 相對於整個西貢這麼自然的面貌 我們從衛星圖體看下來 其實最居的地方 有人的地方不是多的 不是多 這些村零零散散 西貢市 或者最遠的我們可以叫做馬鞍山 那些都叫做西貢 那你說得對 很同意 如果只是西貢來說 我認為那個郊野公園的純面積 可能是超過八成或以上 人是少 地方是大 是呀 行山你也認識 下水你也認識 我猜一下 你也會釣魚 釣魚現在反而少了 以前的家是嗎 因為釣魚其實 因為我們認識潛水之後 釣魚呢 釣魚的感覺就是 要等牠來找我們 是 但是不需要釣魚 我去找牠們 就比較直接一點 那個 那個 興趣大一點 那你釣魚呢 只有兩個時間 有魚釣的 第一個時間就是翻樓 翻樓之後 不是 退完潮 退完潮 然後過半小時 水再漲翻樓 翻樓 你一定要記得 推進之後 過半小時之後 才有魚釣 是 因為那時候流水太急 流太急 那些魚不出來 躲在洞裡面 探世界的 那些流定的那些 可以出來賺吃 所以釣魚一定要翻樓 第二個情況是什麼 第二個情況 第二個就是 晚黃 晚黃 即是 篩斜打後 太陽開始下山 照過來 那些 有個陰影 即是岸上面 從海有個陰影 那時候 還有那些水 太陽沒有曬得那麼厲害 就是月出來 所以日當頭 很多時候沒有魚釣的 黃昏呢 就是釣黃昏魚 哦 那之後也明白 黃昏要看 你要看水流 所以釣魚 其實每一天釣魚的時間 釣魚開口時間是很短的 是 你不是說 我喜歡什麼時候釣就是釣帽 那些漁民是專科的 是 雖然不識字 但是他對水流和環境很熟 他知道什麼時候 他釣魚就有收穫了 我們普通 業餘那些 所以釣魚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釣 只不過是狀態 那些魚差不多 買完回去 原裝 然後你回家吃 所以釣魚是很高學問的 是 很高學問的 釣魚我覺得有時候好像 我講一點點 因為你對水上活動很熟 我也想學一下 有時候我釣魚也是 我自己本身游水大 我自己在茶谷嶺大 去到哪裡都是喜歡釣魚 我有個經驗 就是在將軍澳 整晚沒有魚釣 突然間看到一些樓走 走得很狠 那一刻 就一停 那些魚 馬上釣兩條經驗 是 但是之後就沒有了 是 差不多15分鐘之後的事 就完全沒有 變成大口咬 到又完全沒有 是15分鐘 是 有什麼情況 是 我剛剛釣魚的時候 跟漁民聊天 他教了我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吧 那些火點很難釣的 火點 那有一天 我在這裡 跟朋友在那裡喝茶 聊天 那個漁民馬上馬上 馬先生快點 我們去釣魚 我下魚 釣什麼魚 下這麼大的魚 他說 快點出來 就在船的泡 就是泡船的泡 在那裡 我們就拿個傘仔出去 一下去就有釣 一扒下去 那些火點 不斷搶口吃 你知道為什麼嗎 其實臘魚也是 不是 知道為什麼嗎 那些漁民說 原來那些魚喜歡喝淡水 是嗎 那些大魚 下水那一刻 有個水珠 那條魚就 喝了一口水 就等於我們喝啤酒 喝汽水 這樣嗎 他就開口吃 這個形容很人性化 不是 原來我也不相信 那我就跟了他們 學了這件事 如果下大魚 都要開口 死火死火 我們走太遠了 我們變成漁民特輯 不是 你來西貢 你要知道 有時候天氣不好 都有它的樂趣 但是 就不要太大魚去釣 馬先生 剛才你說過 你的年紀 你等我大一點 真的不是大很多 其實我都五十五萬歲 很年輕 關於西貢的保育 或者西貢的自然地貌 你有沒有什麼形容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隨便說一下 不要緊 都 不是 我西貢這麼久 我很喜歡山水的 其實都保育得不錯 是的 是的 是 人太多 現在 遊客人太多 那些人又沒有工得心 周圍有垃圾 嗯 那麼 政府真的要在 環保方面 為什麼膠瓶不收錢 就不收按金 我最會討厭膠瓶 是的 為什麼你飲品這些容器 不收按金 我所知 全世界每天生產出來的膠瓶 不可以裝水 是呀 裝什麼 發生醬也好 全世界每天 我聽聞 不能自信 他說一天有一億 一億 你政府 環保處 屈服於商人之下 那你就 那些膠瓶好像 好像不用錢那樣的 太便宜了 太便宜了 那麼 形成個人就習慣用膠瓶 那你膠瓶 如果你說 值一元一個的 按瓶 按瓶 那你這個瓶未跌落地下 有人收拾了 是不是 就是你政府不肯去做事 那你屈服於商人之下 那你膠瓶就是這樣 派派派派派 那變了 好像膠袋那樣意思 有個膠袋徵費 膠袋有時候是必須的 有時候買菜 但是你不用保護袋 但是膠瓶 一個膠瓶 自己 放膠瓶去街 按水 好 我們講一下西貢的膠瓶 對 現在西貢的最大問題 就是不論水底 山上全部的膠瓶 是 污染 政府又不派人去撿 我有個想法 我自己做不到 不好意思 當然 我們不可以西貢丟垃圾 廚片袋 膠瓶 膠叉 膠碟 玩完之後 一定也是 不收拾 這是最差的 第二 他們都好少少 把垃圾收藏 收藏之後 放在垃圾站 垃圾房 清潔工友 可以輕易去打理這個地方 但更好的 我覺得 都好像前水人士 有時候會去水 收垃圾 拿鬼網 這些已經是 盡量做補救 但是 都不及 人們的自覺性 不用那些東西 你生產出來 一定會很麻煩 尤其是塑膠 一千幾百年都在 剛剛我說的釣魚 釣魚 有時候釣網 垃圾 膠袋 手套 什麼都有 什麼都有 甚至是在地球 太平洋 還是大西洋 中間 垃圾堆 海流問題 將垃圾去 船窩 聚集了一個很大 很大的地方 我們看不到 但是這件事情發生了 很恐怖 那個地方 那你 你好像 一打風 其實在西貢 擠了垃圾 對 因為它吹了過來 大海流 吹了過來 其實我很心痛 有時候我在清水灣放飛機 本身是一個滑翔飛機 意外者 那時候 撿飛機也好 釣魚也好 走到石灘上面 其實真的很恐怖 是啊 什麼的鬼網 水泡 救生衣 垃圾 木頭 膠瓶 真的 特別是膠瓶 真的 你見到的心是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所以我就很反對 原本不是這樣 反對膠瓶的 真的很反對 因為經常都會膠瓶 尤其是沙灘 那些地方 我們潛生的水底 哇 整個地方都會膠瓶 對 我昨天在鴨魚街 我終於在深光買了一個水壺 有一個水壺袋 以後我保證自己 不會再買礦泉水去膠外 不會 釣魚很棒 有時候我釣魚 有時候沒有魚都過癮 會不會 去那個地方玩一下 看看 就算沒有魚 我們都不會有一個很大的損失 我自己說 喜歡釣魚 未必一定要釣魚 你去那個環境 都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我叫做 自在釣魚 不是魚 自在釣魚這個行為 但是我們不求釣多釣大 都是一個很好的行為 像是山竹內閘 你有沒有在這裡留守 山竹內閘 沒有 你走 沒有用的 你根本個人的力量 什麼都做不到的 那你事前做好工作 將一些東西綁緊 綁好一些東西 那天天由命 搬到他屋裡 當晚你在這裡 沒有 沒有 都沒有人在這裡 危險的 沒有意思的 有什麼事發生 你都沒有用 大潤西 張記 我認識他三代 他爸爸 張 他女兒 他那天跟我說 我問問他 什麼事 這麼大風 真是很恐怖 這次沒試過 是不是沒試過 你的經驗 沒試過 都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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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年打八號風球 八號而已 八號而已 就在對面山 就是沙灘上面 有一隻中式的遊艇 放在樹頂上 那些浪多高 有時候 那天山了那天 已經不是叫大水 那天打爆風球 很大水 我這裏 我這裏 有隻快艇 搭上來 你想想 水可以將船 托上這裏 三個原因 我所知 一來雨水大不大 二來風暴潮 是不是水漲 本身水漲再加多水 再加低氣壓 水漲再加高 就會令地方很嚴重 對 很厲害 那次爆風球 這裏 我都沒有一隻快艇 十幾尺 可以放上來 對面有一隻 中式的遊艇 四十五尺 整隻放在樹頂 我去參觀 我特意去 我看牠的船底 多漂亮 沒有穿沒有爛 多好 放在上面 用得到 好像被人輕輕雙雙手 抖上樹頂 對 好像放上去 有時候你看一下 你打風 你不能估計 所以 我們這麼多年經驗在這裏 一打風 一到風球 我們馬上準備 風到 雨不到 我們都準備好了 無論路徑雨 你怎麼走 你都會用十足準備 因為打風一定是這樣的 你來的時候 沒有什麼 都是航拍機 看到嗎 一架 很多 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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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可能變成三號 三號也沒什麼 你回去睡覺變成八號 八號風球 你來做什麼呢 三號風球有時候 可能是天雙氣清的 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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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個都喜歡海 所以話題 始終回到海裡 真的要問 關於海 香港水下的自然生態 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叫做西貢範圍 我們不單止是 講水面的 我們是想講水下面的 而第六組 這個叫做 郊野的污染 我那天在清水灣訪問 一位外籍人士 Max 他就說 很棒啊 不如你把這個環保的東西 或者保護西貢 尤其是污染 它叫做Liter 即是那些污染的情況 去反映出來 可不可以以你的學識 以你的經驗 講講西貢水下面的環境 我們是保育 不單止山 不單止是路徑 我們是想保育水底 可不可以講講香港西貢下面 Limited 西貢下面 水底情況是怎樣 水底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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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通常我們潛水 就不會說在岸邊 我們出去大海 大海就沒有什麼垃圾 最遠是去大清汁 大清針 不去 去 大清針 苗灣 那邊 周圍都去的 東征西草 很漂亮 我同意 我前國 不過有時候 Snokin也好 什麼都好 水底 有時候 釣魚 有時候水底的污染很重要 例如西沙 我去到 有幾張鬼網在這裡 我是鬼網 因為生在青苔 我收下收下 想收上岸 又給我一條黃立倉 收下收下 有 一個這麼久的鬼網 可能一年前擺下來的鬼網 到今刻 都在傷害我們大自然 傷害我們大自然的水下生物 都有這樣的情況 有 鬼網 是啊 那 岸邊 就 以前 斬竹灣 那裡 我們 駕車去那裡 放下車 可以下海 有很多蟹 花蟹很大隻 不是花蟹 是嗎 藍蟹 即是藍蟹 但是我們有時候去 走路吃的那隻蟹 是叫做花蟹紅 蒸不出來 就是紅黑色 花蟹有兩種 公就是藍蟹 那就是白蟹 是不是我們所說的花蟹 酒樓最貴 是啊 花蟹 那怎麼捉到藍蟹 就是捉不到人 捉到藍蟹 捉不到公呢 白蟹比較難捉 嗯 南蟹很多 我們 我們經常都在捉蟹 對不對 以前 斬竹灣有很多蟹捉 拍路邊走下去 逃手 還沒怕 那現在為什麼一直都沒有 因為斬竹灣外面有三重鑼 對 那些漁民捉蟹 或者怎樣 這個彎 外面有一層 然後外面有一層 幾層網 攔住蟹 走不到進來 而且水底又髒 那些蟹就來到這裡 不如回頭 走了 我有經驗 這個 所以呢 那些人不守秩序 這樣落網的方法 就趕著殺盡 嗯 我有經驗 有一次我去城隆鎮 而且西貢最慘 哪個會員最多 知道嗎 誰是首空 圓空 最大誰 香港政府 嗯 香港政府為什麼最大圓空 嗯 說 起機場 嗯 就在西貢外面有吸沙 嗯 吸到烏煙漲氣 它不是在大陸 那叫什麼 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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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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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買沙回來嗎 以我所知 全世界七成的吸沙船都在外面吸沙 是嗎 吸到烏煙漲氣 那是香港人 你在果州外面 周圍 哇 海白白白白的 很不見的 吸沙船 你是大海來的嘛 你不是在岸邊吸的 哦 它是來香港很遠的地方 不是很遠 在果州外面 在果州外面 在果州外面再多遠 很近的 你看到一隻隻船在那裡 在果州再向前走 快艇多久 一海里都沒有 是啊 奇怪 果州環境都不錯 吸沙吸到暖濕 然後呢 再起迪士尼 因為那裡有些污泥呢 因為污泥它不可以倒 它不可以到處倒的 是 它是倒東面外面的那個位置 香港只有一個地方可以倒泥 海途有寫的 因為水流 是可以將水流 將垃圾帶去 但是呢 你要明白 它一年四季都會倒的 是 那你冬天倒 那些東風啊 北風啊 將這些泥吹進來 你明白嗎 所以整個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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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政府呢 整天把那些垃圾呢 就掃在家門口那裡 那他以為乾淨了 所以我們去潛水 我們 我整天做幫環保護組織做事的 是 我們在 在 在 狼茄灣 是 有一個青州那裏 是 我們那裏 青州有兩個 一個在青水灣 對 第二個是青州 都是叫青州的 是 很混淆的 岸平也是的 一個岸平在馬鞍山 一個岸平在寶蓮子 西貢街 在佐敦有條 西貢路 什麼事 OK 這個我明白 我先看看 這個 你伙計好人 拿海途給我看看 黎石傾島區 真是的 他就是在 果州群島的 右手邊 向東方 不是多遠的地方 大家看到了 這個位置 是 是 有個固定地方 謝謝 在那裏 你要計算 吹什麼風 吹什麼樓子 可以倒下去 一年四季都可以倒下去 倒下去 泥物會跟樓水沖回收入 所以香港 由浪站到外面開始計算 我們駕海 駕海 駕海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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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海里這麼遠 海底 就好像 什麼 記簾蛋糕 泥 好像被批平 全部是泥 水底 80呎 80呎 全部泥 泥 水下的泥漿 是的 你從那個島開始 一路向東邊走 四海里 都是80呎 水深 都是泥 那是哪裏來的 他們在那裏吸沙的原因 是不是成本便宜 還是近的問題 還是沙 在香港 起機上有很多沙 那去吸沙 就是因為香港 如果你遞到吸來 有很多錢 在那裏吸 吸完放在那裏 放在左敦那裏 那裏 那裏 那裏有多少沙 沙的山 那時候香港政府不是吸來吸沙船 吸回來的沙 還有一個叫沙倉 是嗎 那裏為甚麼要放在那裏 那裏下雨 然後沖淡它 OK 哦 洗沙 可以的嗎 一堆這麼大堆的沙 洗到裡面的沙 那些沙 你下雨 那些涵氣一路一路 因為沙要先上臉頭那浸 你不要拋底那陣子,你拋了面頭那陣子,然後下面那陣子的鹽份又流下去 建機場建了這麼多年,吸了很多很多沙 然後建直線泥的污泥全部倒在這邊,所以香港政府是最大的污染者 這個海鼎我不知道,我絕對都相信你的說法 但我自己也有一個感受就是,不要說水,說山,說行山徑 或者一些陸大地方,郊野公園邊,水地方 其實政府我覺得在山上,在岸上做的保育 我個人也覺得是不錯的,我自己的感覺 那看你怎樣,不過香港的環保教育真的做得非常不好 完全都沒有意識 人家外國,譬如台灣,日本,很早期的教育 我們在書本上,可能隨便講兩頁就叫做教育 但就沒有一個很深層次的認識 正如剛才你說的東西,我相信我聽了之後,我都在震撼 何況那些不給西功的人,他們都會有一個得著 原來我香港正在面對這種情況,都很頭痛 對,因為我們那時候出去潛水,看到一些運泥船一架一架排著 在外面倒泥 我說你這樣倒法,倒到整個海黑的 流水和風都吹回來了,你知道嗎?有漿潮退潮的 退潮就請泥走,漿潮都會推回來了 我們說你這樣不行,但是沒有人理會 多問一句,我經常去清水灣,放飛機去玩 龍蝦灣是否真的有龍蝦?有 這個名字是怎樣來的?是否真的龍蝦多,所以叫龍蝦灣? 那時候是有很多龍蝦的 以前我幾十年前,我最大的龍蝦都是龍蝦灣竹 五根紀 是叫花籠嗎?是花籠 花籠是特別的,顏色很漂亮的 花籠其實不是很好吃的,頭大身小 但是它是很漂亮的 什麼龍蝦不是頭大身小的嗎? 本地龍蝦是青籠,青籠是頭小身大 全世界最好吃的龍蝦就是香港青籠 是嗎?是呀,很貴很貴 聽過來說,誇張一點 他說全世界的鮑魚哪有最棒,就是塔門 真的 真的最漂亮?是真的 但是捉了,這麼淺水 都有的 它叫做反龍蝦嗎?是嗎? 不是,它不是捉,它不知道怎樣 把龍蝦攝不攝,它叫反龍蝦 不是,反鮑魚 不是,反石 反石,OK 很辛苦的,要在水底把石子反轉它 所以你去到那些地方,捉鮑魚一看那些石頭 如果是白雪雪的,就會被人反光 OK 就沒有鮑魚 不用理會了 這間房間沒有人 因為它有石頭 上面有很多微生物 生到有一層衣在那裡 就變成黑色的 青苔 因為鮑魚不是很深水 而鮑魚是吃青苔的? 是的 所以它肚子裡面,不是一格尖尖的地方 你有沒有看過別人養鮑魚? 以前,這裡外面有個魚排養鮑魚 有人跟我說,九龍灣在公廈裡養鮑魚 是啊 我聽到,我又覺得 下一跳 我們去參觀深圳 看過全世界最大的鮑魚場 鮑魚養殖場 是的,在深圳外面 即是大仙梅山那邊 OK 很大的泳池 是 但它不是很深的 嗯 它就放一些 棗類的那些 鮑魚進去 是 放下水,水就會在牆上 很多青苔 青苔 那些鮑魚就一直跟著走 你見到一條條狠在那裡 OK 就是鮑魚吃的青苔 好像田修國那樣 有連軌跡在那裡走走走走走走走 那些叫養殖鮑 現在買幾十元斤那些 即是誰鮑魚餵殖看見 哪些鮑魚不餵殖看見 gesehen 鮑魚是四處去走自己 可以看到那些鮑魚 pakaiинов 我們以前 這裡居然有一個鮑魚場 去找一些継維幹來養 哇,精呀馬先生 要在跟你談 我們缺少一位專家 在對五岫水底的掌握 WW Cast 我們在西貢原生物 西貢的 Дав 人物的和誰 anker 我告訴你 我想你沒有什麼人超誠 你這麼早玩水上活動 有潛水、有釣魚、有行山 那我不問你山的事,我集中跟你說水底的事 那你可以讓我們知道,教育我們 怎樣可以令西貢更加原汁原味、更加少的破壞 我的看法是實在說的 西貢的地方污染只會越來越厲害 郊位地帶只會越來越少 因為沙灘和山是不會長大的 只會越來越破壞得更厲害 是嗎?是這樣的情況 大自然他有自己的調節方法 好像現在打完風 你發覺那件事,所有沙灘的沙多了很多 那他在海底不曬沙上來 不是喔,我有一個同樣的經驗 白立灣你去過了,有很多次 白立灣是不是?都有潛水的 外面那一招都行的 對外有大招,看不到的 突取將那時候 靜一靜,船走過那天 即是那個招牌是有材料的 白立灣看著沙灘 右邊就不要埋去,全部都是超市日 左邊看著沙灘,左邊是大海 我們玩船那些 去到白立灣永遠不會拍右邊的 左還是右? 哦,你是說麵向海 麵向海在左邊 左邊,OK 有碼頭仔,有碼頭仔 有碼頭仔,有碼頭仔 有碼頭仔 沒有錢的船才能進去 那裡很危險 多過沒有 那裡很危險 有些地方是不能埋去的 完全是 那麼,那裡那些水佬 就知道怎樣捐下去的 普通人就不會很危險 白立灣我有經驗嗎? 以前我都很喜歡去白立灣 無論釣魚或露營也好 我也去 我之前那天 我十八歲的生日 是一個人在白立灣都渡過的 很棒 覺得自己有個 全晚上很空閒時間 整個火,暖暖的 我生日那時的情況 因為秋天涼暖的 整個火 對著火爐 真的很平靜,很開心 白立灣曾經有颱風 那個颱風不是很大 我不知道是若刻 但之前有一個颱風 是將整個白立灣 差不多一半的沙是捲走 我去白立灣的時候 不是全部都是沙 是的 但之後我去 整個沙灘 都是很多石頭 拆了出來 是捲走沙 而露出石頭 是的 我叫做露石鱗殉 非色彼 其實香港海洋是這樣的 夏天 那些沙走來香港 因為流水問題 冬天沙走了 走少少的 走很多 但我們不覺得 一般人 我們有一個古董位 OK 古董位是甚麼意思 一個位置 有很多古董 很多古碗 撿的 不是 香港大學 你應該發了 不是 我有一個電視的 OK 香港大學 香港有一個 水底 水底 追尋 拘尋 古蹟的人 去打牢 有一個會 有一個組織 我帶他們去撿古碗 是 是 夏天去 都撿得很少 是 我跟他們去冬天去 鋪天蓋地 有甚麼分別 是清不清 沙走 哦 沙捲走的 沒有一個層面 對 只有一個層面 起碼一公尺 因為以前 行船跑馬沙分歉 以前那個階段 洗帆的時候 即是那個年代 清朝 明朝 其實香港也有一個商業活動 是 一架船沉了之後 下面是真的 有很多寶物 掉到海底 而發問 找不出來 嘩 最後呢 那班大學的學者 是 考古 考古那些 拿去化驗 水底考古 他說 這些碗鏢 瓷器 這麼有趣 是 最後一對 每個人都拋了頭 你知道在哪裏 在哪裏 不是記得了嗎 不是 我不認識 大埔館 管堯 我去過 管堯 管堯 有人叫管堯 管堯 管堯的碗 很小的 在那裏 以前很大的 一個不是在海下灣 右邊去到階段 都有一個正式的古堯 管堯 大埔管堯以前很大的 大店 意思是多 多堯 蕭 不是 那個廠很大的 有一間廠 厲害的生產 那些碗碟碟 是出口到東南亞的 是 OK 後來他們說 那艘船可能在大埔 吊碗碟碟 那時候沒有路來九龍 是 他就找一艘船 來河船 運去九龍 那些雙船道 就運去東南亞 在途中遇到風落 就在那個位置沉了 所以在海底鋪天蓋地 他們都是管堯碟碟碟碟碟碟碟 我們也不要說 剛才我剛才沒有說的 我當然不會說 我們不要說 我怕你爆料 所以不要說 香港大學的人就說 為何管堯 反正管堯現在沒有什麼碗 知不知道 因為那個收藏的博物館很小 有的是碎片多 很少完整 我又下面那些 撿出的完整的碗 我就說 很厲害 他問我 我知道了 在那裡多久 我知道了三十年了 我帶他們去看,我帶專家去看 平常人就不要進去 我有空沒事就收拾兩隻回來送給別人 但一定要在冬天去,現在收拾到很多好東西 下次去是看不到的 有個情況很厲害的 在陽光,香港以西地方有陽光 他找了一架很大的商船 下面有一架完整的船 我朋友找回來的,陳發 美國潛水老闆,陳發 南海一號 他整個身家丟進去 跟那些自豪道合的人去找這艘船 根據歷史檔案找出來 不是,因為有一個,他寫了一本書 那邊的水不靚,我覺得那邊的水不靚 很濁的 他是根據一本書 一位英國人寫出來的 他說曾經在那裡經過的時候 留心聽一下歷史 歷史檔案 經過的時候發覺有這樣的事情 最後陳發,他們走到英國找那個鬼佬 給他錢買了一份地圖回來 在那個位置找 找了差不多一個月找不到 經費都花光了 打算回來 那些人說不值 我們找了這麼大的區域 差一點也沒找到 然後最後有一個醫生 你認識的? 昨晚認識的,我常常解釋 他說 我資助你四十萬 我增加百元,拿四十萬出來 醫生來的? 是的,資助他們的經費 一個星期經費 那你又要養船 一個星期經費 一個星期經費 一個星期四十萬 一個星期要四十萬 即是找多個星期 OK,花四十萬 一個星期要 要啊 因為你又要 你又要出糧給船主的嘛 水手啊 又要入油啊 很多東西的嘛 對不對? 那你又要很多東西的嘛 那麼就 這個日子是什麼時候? 幾多年前呢? 你提一下書了 很久了 但我知道好像 國內政府呢 將這個書封鎖了 我沒有封鎖 封鎖 有書的 我朋友做了一本書的 但是就過了去搞 但是政府可以圍住它 不可以鬥 不可以鬥 那麼他們 最後呢 不知道那個星期 就是第幾天呢 就找到了 找到了 找到了 那個古館有成的 就在那裡找到 找到一隻船 然後他通知大陸政府 兩宗 一宗在香港 一宗在楊國 香港那宗的瓷器 有沒有說是幾年之前 是什麼朝代 那我拿去科大做炭十四 他說呢 我老友 很多老友 可以做炭十四嗎? 瓷器 他沒有 他沒有 他有油漆的嘛 有一個有機體就可以驗到 油漆是化學藥品來的嘛 他有衰退期 半衰期 半衰期 他有的嘛 他一測那些油漆 他跟我說 馬教授 馬教授 他說這些碗碟 是二百多年前的了 OK 不過因為他不是 官方的搖 這些平民的搖 是不值錢的 是 但是有收藏價值的 就是自己摸摸一下 我當是 我有空 冬天 還沒到幾件 朋友喜歡就送兩件給你 是 那麼 他可不可以去澳洲 你可不可以不送啊 蛤? 你可不可以不送啊 不是很多的 都不要搞的 那時候不知道的嘛 拍照就算 那時候不知道的嘛 撿撿很多回來的 不過 我問我自己 如果去到那個地方 我是不是真的會這麼崇高 我一直都不拿 不是啊 你看到這麼多 你就沒什麼所謂 我都會頸著 你一直在游 都要撿這麼多 真的怎麼撿的 水深多少 七十尺 八十尺 十多尺 十多尺 OK 好了 好笑 那我們就撿很多 其實 當初 不是那個澳洲 澳洲 那個名字大家忘記了 後面 那個澳洲專家 他來香港 我帶他去找的 是 同時教學生怎樣去找 是 他們都說 哇 這麼大個人 沒試過這麼開心 哈哈 不過幸好 這些年代二百年度 我想不是一個 都值錢 但不是去到古館 什麼送錢 不是這個問題 是因為 香港管饒 是歷史的 已經是歷史的職來的 就是政府的 管理的 但是 但是 但是他自己收藏 可能只有二十件 下學所說 我手上有二千件 明白嗎 所以 香港大學的 古物研究那班人 他們就說 哇 為什麼這麼多 你明明那個比例 是不成比例 你那邊只有這麼少 牛鑽爐那邊只有這麼少 我 整地都是 而且 他們一開始 他們不知道 為什麼 那裡 就是 一開始 那些魚 一開始就想著 那些魚吃飽飯喝水 然後就扔下去 就好像我們扔了那個杯 那我扔那麼多 以前不是有雞公碗嗎 你知道怎樣 我拿回來 是 我擺了 十幾二十年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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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回家 硬癢 那個鬼路一看 那個外國鬼路一看 這個是 真品 這個是 真品 我問你怎麼認識 因為 那個表面 起了 龜尼痕 起了一格格 龜尼痕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 經過 這麼長的 一二八年 那些 鹹水 逼了進去 就滲了 那些瓷器 因為瓷器裡面 有很多小孔的 進去 對了 那你這個上岸 你沒有經過淡化的程序 為什麼 男朋友一號 還在浸水 知道嗎 不是整條船都上岸嗎 有條船下梯 一直一直沿著 不是 他上了岸 馬上放到鹹水缸裡面 每年就減1%的鹽份 慢慢慢慢減鹽份 要把那些鹹氣拿出來 那些瓷器就不會爆了 如果不是 你就這樣一曬 一乾 一乾 那些鹽一乾 一乾 就會把那些碗擠爆 嗯 而那些裂痕 多數是四角形的 五角形的 是啊 現在還在淡化 所以現在還不敢開放 因為他怕 一心急 就常批骨玩完 哦 就是說保存得好的話 它是不會有裂紋 還是有裂紋 但是裂紋不會繼續曠山 不是啊 如果你浸在水裡 它就不會有裂紋 OK 這裂紋就會有裂紋 因為它裡面乾了 那些鹽會迫爆那些瓷器 那是為什麼 這麼多古物 古物呢 第一件事是用水浸住它 千萬不要見空氣 是啊 就是這個原因 是啊 無論你是 金屬就不怕 金屬就不怕 瓷器就一定要浸 銅幣 銀幣 銀幣 銀那些不怕 那些表面氧化而已 就是用雙氧水 或者那些什麼 你上來找淡水浸就可以了 那些不怕 那些雙氧水很好啊 湧出來是很快乾淨了 雙氧水都得到 雙氧水 雙氧水 雙氧水是漂白的 但是它去不到那些 顏值 它叫做Dioxic 叫做 除氧 雙氧水是漂白的 就是漂白水而已 最厲害的就是漂白水而已 以前我們街上看到有些人 賣什麼 銅氣的藥水 剛剛抹就正 賣給你的藥水瓶這麼小 那些那麼多 其實就是追不到錢的東西 是啊 現在的消息 知識的人多了 我們以前去找那些古炮 古董 我現在有古炮 還在什麼 海防貨物館那裡 哦 是你找出來的 我們那些兄弟 在那裡找的 在狼企找的 我們很白眼 到處去潛 好 先說一下小岸 我知道香港的地方 我又不想說哪裡 是很容易去的 不難去的 有些少許你看不到就看不到 你看到就看到 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上面全部的石 麵包石 圓圓圓的 全部圓圓圓的 全部圓圓的 扁又有圓圓圓的 是沒有角 這些石完全一塊塊 好像很光滑的豬仔包 很漂亮 哇很多 它差不多 累積的石頭 水瓶之外 你看到斜坡 可能是50米 沒有那麼小 可能是50呎 全部的石是累積性 是升高 斜上 很多很多石 以前曾經記得大嶼山 一條村 村民 將一條村的所有的石 都掘走 就當商品那樣 賣給 不知道是迪士尼 還是那個 恩奧 都賣給他 但是這個東西 我覺得很差 你為了錢 去破壞一些 叫做一個 被這個 叫做什麼呢 叫做 漏了的 就是一些 表面的岩角 已經被水潮 吃互相磨彩 磨到圓圓圓 很漂亮很漂亮 兩個山山都是這樣 很多很多玄石 沒有什麼留意 好開心 你說陽光 你說西貢 打石壺 是否說打石壺 你們水上人 水上潜水的人 都會遇到打石壺的情況 這裡都有 石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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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恐怖 很恐怖 這些 打石壺 一個名稱 被我的名字叫什麼 未包補 水佬 水佬 水佬不說打石壺 是嗎 我先想想 水佬 石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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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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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過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石壺 石壺就是西北面 所以打西北 北 北就是陸地 是嗎 不是啊 一定是在那個位置吹過來的 這邊 後面是北 那邊是西 一定是這邊吹過來 雲是這樣來的 石壺 石壺 是由陸地產過來的 未必在海裡都有西北的 即是西北風 所以我們在海裡 很好天 突然天一刻 一陣涼風吹來 好寒 好寒 冷氣機 跌幾度 然後呢 一看那些旗 或者什麼 嘩 向西北 即是西北風吹過來 就快打石壺 立即要做事 是 打西北不算害怕 是 打東北更令人害怕 都是石壺來的 是啊 都是那陣寒風 東北石壺是比西北石壺 一吹來 嘩 所有東西吹硬了 好恐怖啊 當時我出海 東北石壺很少有的 嗯 西北石壺經常打 夏天一天打機 是不是 WinShare 即是那個Win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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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未爆布 那個不同 將風壓低 將飛機壓低 那個不同 那個叫做 側風呢 是 你 日頭曬 日頭曬 那麼 那個 空氣的濃度 就會變薄 嗯 氣壓是嗎 變薄 那麼就升高 升高 然後呢 升到某個高度 一凍 它就變回濃 嗯 然後又變回風吹下來 通常呢 為什麼 側風呢 一定是旁邊有山吹下來 嗯 那麼我水腦這些叫做什麼 叫過山風 聽過 過山風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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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你那些 機場那些風吹下來 那些 那些風 過山風很厲害的 過山風呢 這邊最厲害 你看地形 那裡是漢湖居 是 漢湖居那個 游艇會 是 最怕就是過山風 嗯 打完風呢 東北 東北 打完風一回南 嗯 其實那個山擋住 嗯 哪有事呢 不是啊 反過來的 過山風吹下來 更厲害的吹正 所有遊艇呢 就是你幫我手幫你手 把那些船 嗯 綁穩啊 將船吊頭 因為船尾對著過山風呢 船吹爛的 是 所以馬上把船 船頭吊回 但是不是自然做到的嗎 風是 啊 綁頭綁尾 所以 所以一定要放了那個 那個 不是啊 將船吊著 是 就是移出來 吊頭 就是我幫你 你幫我 因為那裡 八幾二百隻船 做不切的嘛 那你一兩個是做不切的 所以你幫我幫你 他們是很聰明的 他們知道來了之前已經搞定了 對啦 所以就做過山風 就是漁民講的那些字呢 我們是 外面 樂術人不認識的 大佬變 小佬變 不是啊 天氣好好的怎麼說 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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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得寫的 是 你跟他們說 你也懂的蛆 很蛆啊 很蛆啊 就是你要懂這些 他們的術語 出到海 就知道 他們釣這個叫做 太魚 太魚 左邊是大佬變 右邊是大佬變 我不記得 他說這船人是左右難分的 是 他的傳統說大佬變 這邊過來是大佬來的 是 小佬變 這邊過來是小佬人 他們叫大佬變 我都分 因為內內沒有跟我們出海 都沒有什麼 哇 正啊 馬先生 剛才我跟你們說 做五分鐘十分鐘 現在是五萬二分鐘 你介不介意再說 還是你真的忘了 都沒有什麼話說 有 很多話說 真是多了不得了 行山 水上 之遺症 我們冬天行山 最開心的 嗯 但我覺得很冷 這個時候呢 行山最多東西看 一定要冷 我們走哪裏呢 走石間 嗯 走石間 嗯 我們不是走水的 我們是石間側邊走上去 都危險的 都危險的 不是危險的 香港有幾個人 我不是走那些有水道的地方 我們走岸邊 觀察 我們看什麼 我們看小動物 那些石間呢 石間呢 石間呢 在岸邊那些位呢 有些位 突然間有棉沙在那裏 嗯嗯嗯 有個大沙地 有個小沙地 很小的 西貢 我們先說西貢 西貢 西貢 我們走這些山 我怕我講一下去屯門 不是 要走這些山 有很多石間的 我們走 在石間那裏 因為一定要 夏天我們不走太熱 東青那裏 看那些山 你不認識那些人呢 就沒有那個樂趣的 我們走山有目的 嘩 這隻豬很大隻 豬啊 野豬 野豬 你看到它提起多大 嘩 這隻 這隻是什麼 這隻 看一個腳印 這隻是 是那些 黃金的腳 嘩 那裏可能有一隻 豹 豹貓 是嗎 他們每個都在那裏喝水 是嗎 他不會 他不是叫金錢炮 不是 他不會在石上 揮頭去喝水 是 他們的沙 就好像一個沙 動物排著隊 這隻去完喝水 那隻去喝水 我們走山 就看行石間 跟著看那些 看那些 動物走的跡 我們帶開山刀上去走 一直劈住條路走 沿途就摘一些食物 山極 山極的濕碎 山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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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橙 沒見過 對 所以很甜 有多大個 野橙 一個橙 山極 那些人一定會看到 如果這麼漂亮 那麼鮮艷 山極有的 還有那些很難看的 楊梅 香港有楊梅 有 野楊梅 那些桑子也有的 桑子很甜 桑子是蠶蟲食的 桑葉的果實 紫色的 好像葡萄 對 好像葡萄仔一樣 差不多手指那樣大 對 一棵樹你摘一袋仔回來 很快爛 你摘住之後 你不用兩個小時三個小時 它開始爆 對 你不要摘這麼熟 OK 一針紫色就馬上吃 很甜 那麼摘桑子 山極很過癮 它的刺 兩吋長 可以拆穿手 可以 山極 走去行山 走去摘東西 走去 其實很多東西看 它是屬於產科 屬於吉科 即是產科的東西 是的 那麼上山 看那些什麼 有一隻蜜蜂 不是在樹上結巢的地下 地風 是的 那麼那些 我們走去拿蜜糖吃 有有有 我也吃過 很甜的 好吃 好吃 我們不拿多 拿一塊仔糕 餅乾 大家吃一下 其實很好玩 我第一次接觸這個地方 當時在街邊有個小販 去賣蜂蜜 我肯定是真的 因為它是Exactly蜂巢的形狀 一格格出來 你不可能去複製它 有朋友說 哇 這是好東西來的 它有一個蜂巢 它有一個蜂巢 這個地方 面積一個 是可以成半個南無盡那麼大 都可以有 在西貢呢 其實你去行山 真是 哇 這麼大的山 我們很少走路 就是被人走到 走到沒有東西看 小到米都走不走 我們又沒有東西窄 我們就去鑽洞鑽 到處去玩 這個是高階課程 又不是高階 是走得很慢的 不過去有些冒險精神 發掘一下 試過到兩三次 後來害怕被叫米鈞 米鈞 不是彈劇 你撞到什麼是 孫生甲部隊 阿 欣軍 警方用阿 穿了護符 Bravo 他們問在這裏 他們想抓到那個偷毒者 有一次去一趟走一趟 他說 你們很危險 他們問他做什麼事 我帶你去看 在山植 鋪了網,蓋著野戰部隊,揭開那塊一進去,是一個洞來的 有藏了什麼都有,這群小子在這裏,不知道住了多久 如果你走過就慘了,被捕了進去 都有的,不然是報呢,全部都是紅樹林來的 他們就在那裏報那些洞洞 紅樹林是畫了一個大的地方,畫空了的 在地上看不到的,完全你不會知道它是一個洞來的 這是一些部隊上 heard 以前英軍,或是一些川山甲 就在那邊OSS,Kimi看到了 一升上來後,原來這麼多洞,這肯定不是自然造成的 我們有一點弄山去, 去到處捲來捲去, 天氣是涼爽, 又不熱 幾開心嘛? 我們有很多話題, 是試吃水的, 龍蝦也介紹過 最後差不多和馬先生講, 我們是血涉了很多不同的範疇的東西 因為因為我們小時候白艷嘛, 四處去玩又打獵, 又打魚 野豬, 香港還有個奇怪地方 我們有個馬爾先生 你猜不到在城市的旁邊 一公里就有數千隻猴子 也不止 有不同幫派 他們打架 他們很神奇 很慘 我看到猴子打到甩手腳 也有 很暴力一下他們 一群打一隻 都幾多人害怕 沒辦法 這些野外生 香港野豬泛濫 多得不得了 香港有野豬 有些人不打牠 要打牠就很麻煩 香港法例很過癮 野豬不是受保護 反而網蛇是 那你可以捉一隻野豬 捉一隻野豬是可以的 沒有人被捉 你走到我家裡就捉住 你不可以用暴手器 夾那些犯法 那你有私家地方可以捉住牠 因為牠迷害我的生命 真的很多 我家裡我妹妹回家 日常都有幾隻 你找一個爐捉了牠 是完全合法的 大哥侵犯了我 你別說人 我都捉住牠 然後怎樣呢 原來那條法例就是 劏豬不合法 非法徒宰 是啊 那個警察 他回去問問那些人 是呀 你捉一隻豬沒有不法法的 怎樣對他沒有 沒有人提及 但你劏豬不合法 非法徒宰 是呀 是呀 那些元朗 大埔 還有元居民 不是呀 如果政府想告你 湯一隻就夠全村吃的 是啊 政府可以用這條罪來告你 我吃過野豬 老實說 真是一般的 太實太硬 野豬 你不要吃這麼大隻 香港有一個猴子 野豬 野豬 黃驚 黃驚 還有原生物 野豬 還有一樣東西 黃驚 牛 我叫做自由牛 是呀 很開心 有時候在巴士站 看到整堆牛走過來 或者牛在西貢海旁吃草 各不相欠 大家主動大家 現在 果子梨 什麼都有的 很多 上面有很多小生物 是 我們到處去行山 到處去看看動物仔 其實很難看到的 不過我們喜歡去沿途 找食物 吃一下 馬先生 你真是挺白眼 年青的時候 上山下海 都玩齊 沒有什麼你沒玩過 這裡是本地村民 正常的活動 是吧 所謂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漁民都會捉魚 村民上山捉魚 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他生活是需要這些東西的 即是說 如果我捉一隻野豬的話 我是不可以捉牠的 我用牠都可以 但捉牠就不行了 捉牠 政府可以用非法屠宰條例 是 OK 即是不誠實使用電腦 萬事萬事 你可以捉到牠 加筆魚龍柱 你不要捉牠 是 有些野豬送到家道裡 但其實也有太多野豬了 好像 沒有什麼價值了 好像我們 因為你知道 到這個時候 我們住裡面的朋友 他們住在家裡很偏僻 你知道什麼時候最多嗎 動物 對 野豬最均勻 這個時候 蛇最多 蛇最多 因為牠就快捉到冬棉 牠出來吃很多東西 蛇都在家裡附近 有朋友在後花園 蛇有走過 蛇 蛇 那你怎麼搞呢 以前我在西方住過 我在監獄住過 幾趟時間 每個暑假都在監獄 很多蛇 真的很多蛇 真的很多蛇 我們試過一個暑假 我個人和親戚 小朋友 我們十一二歲 我一個暑假打了十一條蛇 我只是小朋友 那這裡的村民 每個都有辦法捉蛇 我不說出來 他們覺得 你香港說 蛇受保護 網蛇受保護 他們每個在家裡 準備一些器材 你看 今天有一條蛇 草草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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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不是啊 毒蛇是有毒的 是危害的 你咬到西方這麼遠 你進了醫院便死壞了 他們看到 城市人幾乎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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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今天有飯餐,還有其他毒蛇也有 那些反而沒有那麼危險 青竹蛇 青竹蛇 青竹蛇最危險 很恐怖 很細條 青竹蛇怎麼有呢? 牠在樹上 你走過的時候 如果沒有帶帽 青竹蛇是很細的 打帽牠是咬你不入 但是我們沒有頭髮開始 那些乾乾的頭那些 怎樣呢? 你走過樹 你不知道牠在樹上 一下子 你西貢去不來醫院 會死嗎? 又不是 我聽過了 我親戚試過 牠以前在菜田收拾芽 某個時候等種種芽 同一種田,又種菜又渡芽 之後再扎芽 一扎了 就中招 就是飯餐頭 是 我小時候 結果我那個親戚 要到醫院裡住了很久才出得回去 牠的手 手變成大腿這樣的形狀 很恐怖,青粟蛇 其實有些人抵抗你好一點,可以捱久一點 有些人咬完就很快不敗 你這麼熟悉,如果真的被毒蛇咬到 無論什麼蛇也好,你一定有一個應對方法 你有什麼方法,萬一有人被蛇咬到,你會怎樣做 你西貢人第一時間,用筷子,用筷子繞著它 讓毒物不要入心 好像支血帶 然後用筷子繞著它 香港人也好,醫院近,打三條狗之後 如果直升機可以,就用直升機來,派來送去 因為香港是全世界最長手的人 真是想不通,為什麼香港的消耗力這麼大 空氣污染,自然的食感 醫療系統好,任何地方有什麼時候去醫院 反而我跟日本朋友說 日本有什麼事情要怎樣做 他說,我們馬上去一間附近的醫院 是沒有香港的設備的 然後再轉變,就已經太遲了 即是沒有香港說 怎樣到你怎樣,去到就幫你打 香港有很多大醫院,反而沒有小醫院 毒蛇毒極呢 毒蛇毒極呢,我知道也有兩種 一種是神經性的毒極 一種就是叫做 將肌肉融化的 是差不多看到傷口 種完之後開始爛的 一路一路爛去都很恐怖 我們的船廠 現在少了 以前船廠早上開工 那些水律蛇是這麼粗的 嗯 蛇蛇沒有毒的 沒有蛇蛇沒有毒的 沒有蛇蛇沒有毒的 是呀,鑽在木板下面 他喜歡撈木的 鑽在木板下面 因為船廠有很多木的 我們看到蛇一定會走 不是,其實蛇是在走的 通常都會走的 是呀 牠是不會搞你的 牠一看到牠就走了 是呀 是呀 我們有時候會被蛇咬到 都是不小心踩到牠 是 牠有一個自然反應 牠咬好毒的 蛤蛤蛤的 其實水律為什麼在這裡呢 因為岸上有老鼠吃 會走來吃 有食物 我聽到海蛇 海蛇 即是真的有條尾是扁扁的 海蛇 牠說原來牠的毒液 還比眼鏡蛇毒五十倍 是呀 不過牠的雜性 牠是不咬的 是太蛇 太蛇 很毒 是呀 不過咬人的雜性就很少 是呀 太蛇很好吃的 太蛇 煲湯 水佬呢 水佬呢 以前那些船 經常有太蛇在那裡 是呀 他們做個長鉤 嗯 那鉤就是用來 打到繩子 那些鉤子很尖 如果看到太蛇 一刀 不是一條 是呀 是呀 它在水面浮下 不是 它是在軚子裡見到的 以前水很清的 就是那個軚子 那個軚子 那個軚子 那裡幾隻水而已 是呀 他們 水佬呢 即是說以前 以前我們做漁民 有個習慣性的 上船前 嗯 小孩子不給上 嗯 你要去 去去去去 找一下有沒有蛇在那裡 因為被蛇咬很大劑 因為醫療不好 如果那些船不是拍岸 即是拍泡的話 會不會有機會 一條蛇都上到船上面 拍泡 牠剛才爬上來的 爬上來 是呀 尤其是去北拉灣 是 去菲律賓那些地方潛水 是 我們全部早上不給上船 是 他派兩個人上船 搜尋過 沒有蛇 自備上船 很多海事 都難找的 船這麼大 不是 他撿得很乾淨的 很溜溜的 OK 他不給有東西遮掩到的 是 早上我們在沙灘等 他派兩個人上去 周圍查查查 封泉了 之後我們接給上 是 水上還有一個習慣 以前呢 我不知道 女人是不能走到船頭的 船頭位 好像是嗎 我們那一段都沒有這件事 以前是 女人是不能走到船頭的 我們知道 即是不開太太力的 沒有那一回事 對於女人 做得很辛苦 很敢 很敢 女人是很厲害的 甚麼都做到 對 除了要正常的作業 男人 麻煩飯 除了要正常的作業 簡魚 落網之後 又要照顧寶寶 又要煮食 死衣服 有神威 甚麼都要女人做完 對 馬先生 今天我真的好多謝你 我剛才騙你 跟你說做五分鐘的訪問 現在你猜一下 有多少分鐘 對 很久了 要吃飯了 多久了 一個鐘頭 零十分鐘 對 都不知道有沒有人看 很快 還有多五十分鐘 一個鐘頭 還有很多仇家 看到我一次 不會不會 你說的東西全部都是sharing 對 行拍機都是sharing 這個工具 你通過行拍機拍的東西 展示配樂 給全世界看 給自己同學看 其實都已經是一個分享 不是 因為我退休幾年了 如果出來了 很多舊學生可能 師傅還在 你手上學生有幾個 四十年 有幾個學生 很多 很多 對 二千 三千 接近 接近 說一下你的店 最後 海洋潛水會有限公司 你是提供什麼教練 提供什麼設備 有什麼業務 什麼都做 帶來出去玩 潛水工程 與潛水有關的 包括潛水工程 我以前在這裡做 我退休 現在店舖已經不是我的 我回來幫了徒弟做一下 你將這個地方 就是徒弟的繼承 以前我做了潛水衣 做了潛水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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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工藝衣 以前在香港做的 我自己做 現在就在大陸做的 現在我退休沒有人做 我在內地的時候 以前有一間 有脫退做生意 等等 工作 隔壁有一間三層老谷 每一層有八千幾 九百尺 全等 只做潛水衣 潛水衣 要配合 不是 可以做現成的 就大工事馬 你對嗎 不對 我們以前是做新訂做的 每一件 開始養 我有很多朋友都問我 阿Ming 你懂潛水 你懂不同活動 如果我學潛水 應該怎樣做 去哪裏 開始 學習 考牌 練習 有什麼途徑 馬先生可不可以和你介紹一下 成為潛水衣 其實我不怕得罪行家 我經常奉勸學生 你真的要找朋友問一問 教練到底是否聰明 你找一個聰明的教練 你學出來水平不高 你找一個不聰明的教練 學出來水平不低 分兩方面 不可以經常貪便宜 學完出來好像沒有學過 因為香港很奇怪 知道嗎 潛水是沒有網管的 看見潛水不不入入的範圍 是 這個活動 看見潛水不理你 不管你是什麼 他不會知道你任何地方 他不會知道你任何事情 油水有 沒有資料 跳水有 樸榮有 什麼都有 欠潛水 潛水什麼都不理你 我們是姑爺仔 差不多我們去東盟州的珊瑚區 我們都可以 不會說不進入的 你可以潛水的 不准下樓 但你去到觀賞 是任何地方 所以我們潛水界的水平 是很參差的 很參差的 有些人跟了好教練 學完出來 他就買好安全 有些人跟了些 有些人跟了些貪便 或者怎樣跟了些教練 學完出來 就好像沒有學過 我個人感受 潛水我覺得分兩大部分 一個就是跟生命有關 你是危險 可以救 有遇到什麼情況 知道你要怎樣處理 你不怕的話 你不panic 就好容易游走事變 沒事的 但你學得不好的話 你可能 咬錯了 知識識識識 或者你這條繩子 你蠻蠻魚 你撈不回 其實潛水是很安全的 差不多是沒有危險的 因為你 什麼 技術不夠 常常說的 很難有意外的 但是你游泳幾多人浸了 游泳經常有意外 潛水很少 有一年很慘 我算過的 是南亞海難 南亞海難 南亞海難 那一年 不算過那幾十多位 離難者 其他關於潛水釣魚 被石頭砍傷 餘歷 那一年特別多 我數過的暑假 足足二十幾三十個 是人類的 他們是失去生命 那一年很恐怖 很險烈 有統計的 潛水死的只有兩個人 即是潛水意外 要被槍打死的 是過萬人 是的 被汽車 可能死五萬人 那為什麼只有兩個人潛水死呢 那兩個是真的 技術不好潛水 你說自己身體 不要心臟病 那些不關潛水的事 那些是你身體的問題 可能你行街也有事 是的 但是你想想 被蜜蜂針 都死那麼多人 過敏反應 那你潛水得過 所以呢 所以你去旅遊 你知道要報上去 你說我有尋有成 他不用加勞頂的 是 那你說我是高級的潛水 有的 你寫了下去 他潛水不包的 跳傘也不包的 有個別公司有個 我們買的都不用加勞頂的 因為他覺得 因為很少意外 很少意外 對 潛水以外 我最近也聽過 都是打石灰有關的 船家就必須要做些行動 來把船扭一點 但是剛剛有人上水 就很不幸 被車子 我覺得已經很久了 已經很久了 很久了 很久了 我的船 馬先生 今天有個訪問 真的差不多 原因是我的電池不夠 否則和你多聊一小時都沒問題 今天很感謝你 你接受這個簡短的訪問 你給我們更多一些豐富的知識 西極的 不是陸地上的 是海裏面發生的事情 非常感謝你 不如這樣 你說兩句話 從我的角度 對我的比賽來說 有什麼說話 可以鼓勵參賽者 他們應該做什麼 有什麼任務 鼓勵兩句 我經常說 因為我看過台灣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 他拍那個 他到處搭著星機 去拍那些 台灣的環境 對 很可憐 那個導演 就是剛才搭著星機 沒有了 他拍得很漂亮 他拍得很漂亮 全部 每一個照片 都是跟航空 有關 現在整個台灣的環保 都是以他做到片做基準 香港好像沒有這件事 他用的 不是星機 他拍全部用無人機拍的 對 我覺得很漂亮 如果我做到一個這樣的節目 就是Feed to be 對 那位所有朋友來到拍香港 差不多 全部都是航空鏡的 所以 集合所有香港的人 你拍點 我拍點 我拍點 大家砌成一套 香港的 美景 美景 始終你一個人的能力有限 對 範圍不敢說 你跟不同的人去不同地方 一定拍到那個地方的特色 對 對 對 如果將它在一起 可能是我們香港有一個這麼好的片段 拍完之後 再加上香港的那些 所謂的 天日活動 集大城 對旅遊 對小朋友教育 其實這套片可以 好像變成 我們每年可以加一些新的 可以不斷加新的 那個節目越來越 充實 不過這樣的 我們比賽很奇怪 我們在這個航拍組裡面 或者這個演唱片組裡面 我們容許這個30% 是地下的鏡頭來的 如果只是航空的話 有時候很難去表達一些東西 對 你規定全部航空的 反而局限了那個人的創造性 對 創造性 不是 你的範圍越來越大了 那些人看下去 就覺得 嘩 這麼多東西看 我看完那套片 我就覺得 嘩 那我就來列了 大概20個範疇 跟馬先生聊 馬先生都不止20個範疇 可能說到22個範疇 都不定了 這個訪問就結束 那我很想跟你老人家坐下 讓人知道 我們這一個 小小的訪問呢 其實都是 背後的原因 都是希望衛生 出力 出心出力 保護他的 馬先生 抱抱一下 第一次見面 謝謝 你的潛水 教我兩道 有機會一起去 施工 OK Open Water Open Water 不緊要的 什麼級數不緊要 最緊要是 自己的能力要教 那次我去買對夫 我Open Water 教練帶我潛心了少少 他在冷船上 潛心少少 多謝你馬先生 多謝多謝 多謝你今天阻礙你這麼多時間 你在百忙之中 突然間過下 突然和我聊成降機鐘 真的和你殺一下 多謝多謝多謝 多謝 讓我拍下馬先生那個 店舖 看見各位都非常忙碌 找對人 找對人 今早潛水的人都出去了 是嗎 沒有人 多謝 沒有人不認識他 各位多謝 你們雖然明明明明 我不會怪你們 為什麼我這麼多瓶